Hello 大家好 我是Liang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繼續就是我們姿勢美學的環節 今天我想說一下關於盆骨的問題 相信盆骨前傾大家聽得多 在IG或Youtube都有分享過不少 但我平常看證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人都會分錯了盆骨前傾和盆骨前移 這兩樣東西 這兩個情況 聽起來和看起來都好像很相似 但實際上是兩樣完全不同的東西 而且治療方向都會有很大的分別 由於盆骨前傾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拍片說過 大家可以再看之前的影片 所以今天主要會說盆骨前移 到底什麼是盆骨前移呢? 在盆骨前移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用腳眼位做参照的話 就會發現虎骨大轉子會在腳眼前面 盆骨也可能會有不同的位置 其中最普遍是會伴隨著盆骨後傾 也是一個叫Spray back的姿勢 Spray back的特性會有以下這幾點 保護了剛才所說的盆骨向前移 和向後傾 膝蓋就會處於一個超新的狀態 就好像滑死了 而整個胸張向後的弧度都會增加 就像大拱背一樣 而頭也會往前傾 這個之下最常就會覺得下屯和上腰椎的壓力增加 另外一個位置就是盆骨前傾 同樣地膝部會處於一個超新的狀態 但腰椎就會變得過度往前 臘骨會往外回 而頭部也會向前傾 這一個方法就會做到腰椎的壓力增加 由於Spray back的姿勢會比較上熱 今天就會主要集中說這個情況 形成Spray back的姿勢最主要的成因就是過乘肌過緊 就令到這個盆骨向後傾 或者反過來 經常都在背後坐著 長期下來就令到胸張好像鎖死在這個盆背的位置 所以當我們站起來 盆骨就反過來做了一個代償 記住 盆骨前而下的Spray back posture 和盆骨前傾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情況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如果你發現自己有Spray back posture的話 最主要就是要處理以下這幾個肌肉 特別是要放鬆 勁前肌、鑊成肌和上腹 然後再加強敷衡肌和團肌的力量 首先我們可以用按摩滾筒 來放鬆一下勁前肌、鑊成肌和團肌 勁前肌的按壓就可以直接跪上滾筒 來回按摩 而鑊成肌和團肌就坐下去按壓 大概每邊按兩至三分鐘 然後我們就趴下繼續用按摩球來放鬆上腹的位置 沿著臘骨底慢慢壓下去 之後就做一些強化寬屈肌的動作 我們可以坐在椅子上 盡量將大腿向上提高 我們可以用手幫自己盡量抱高一點 但記得要保持腰椎在中立的位置 就不要太高就彎了腰 抱高了之後自己發力定住5秒 然後慢慢控制住這樣放下來 每邊做10次來加強鬆屈肌的收縮力量 然後重要的是我們要加強國城肌和團肌的拉長能力 所以需要做離心收縮的訓練 我們做一個hip hinge的動作 一開始就可以不用負衝 感受好國城肌和團肌的拉長先 站好之後雙腿和鬆骨折大概一樣闊 腳趾尖向前指成一一致 我們以剛才訓練過的寬屈肌來發力 把上半身向下拉地摺在一起 一邊摺一邊感受國城肌和團肌在拉長 拉度差不多盡量就可以回去 記得回到中立位就可以了 這樣就不用再把盆向前推 這樣慢慢做10次你就會感受到幅度可以落得更低 以上是一些很簡單的動作 適合一些十分初期未有痛症的人士 但如果你發覺自己已經有這個不良之勢 好一段時間的話 那就可能有更多的地方都需要處理 例如是國城肌的張力調整 我們要鬆回我們腳踩的關節 還有臘骨、胸部和頸部的肌肉放鬆 以及脊椎的一些手法鬆動上 或者一常活動就真的有些動作需要暫時停止 例如不要再做呼呼肌的伸展 或者一些腹肌的訓練 因為當情況複雜的話 每個人也可能會有些不同的細節 所以要留意 就不是一些腦痛的拉筋連力動作可以矯正 又或者很多動作自己做錯了都不知道 所以最後也是找專業的物理治療師 跟你檢查清楚 可以在矯正的初期給你仔細的指引 確保整個治療都在正確的方向上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讓你了解到 更多的是什麼是腹骨前移的情況 喜歡的就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訂閱我的頻道和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稍後再慢慢講多些其他不同的姿勢 下次再見 拜拜